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和大家相约在这个《婚评论道》的节目当中 然后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欣赏这盘精彩的队局 这盘棋应该说米玉婷他是下了一个大开大合的下法 现在的棋局已经很少看到这种下法了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给大家推荐这盘棋 我们下面来进入棋局吧 这盘棋是由米玉婷指黑先行 对 七处赛江苏队和成都队的较量 他们两个下了两盘棋 对 是的 之前是米玉婷那盘棋应该说落后了大半盘 但是最后还是赢了 对 也就是我们的上戏节目 然后这一期就是说他俩换个仙 对 是的 再厮杀一次 但是这盘棋的重要程度比上一盘棋要高 没错 没错 因为这盘棋是主将的位置的决斗 因为这些季后赛呢 他是就是每一轮他是下两盘 就是一共是八盘棋 如果说四对四打平的话 就看第二回合的主将谁胜就谁胜了 所以米玉婷这盘棋非常关键 他是主将 纸黑先行 米玉婷 对 这盘棋 黑棋还是选择了二零星的开局 朴玉婷第四手是小木 现在好像看到小木都先挂他一下 对 低挂 没有人高挂 已经没有高挂了 高挂被拖 时空损失太大 这样的话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棋 没错 他下的刀也没有直接挂脚 他是拆三的 这两步是不是都有推荐 都可以 反正差距也不大就看风格了 对 因为挂的话 白棋可能就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说走这里之类的 手脚的话可能也差不多 是这样 那如果加进去 那就是另外一盘棋了 对 实战走这里 白棋三三 这个三三是标配了现在 实战黑棋也选择了 非常简明的一个定型 是的 黑棋挂 白棋小飞 这个棋就是说 早早的就感觉白棋是要拿实地 而黑棋要经营外面 看这意思是这么回事 对 黑棋就在左边择 对 黑棋两边 白棋现在是三个角 马上第四个角 也归白棋了 马上就点掉 立刻点掉 现在这盘棋 朴廷环的这个下法呢 很明确 对 就是先把实地都捞了 对 对 战略方针很清楚 就是我 非常清晰 先捞实地 先捞后棋 然后我回头把你模样破了 对 就行了 对 是的 那黑棋也是没办法了 自己的实力都被点走了 对 我就只能去扩张我的势力了 是站在这边飞 这都是很大的棋 是的 那么从后来的定型上来看呢 这个布局完全在 朴廷环的预想当中 它的每一招棋 都是和AI的下法完全吻合 那它实在是太清楚了 就是说基本上每个分支 它都已经很清楚 对 对 黑棋会走什么 白棋要走什么 门清 你下一二三四五六个变化 基本上六个变化 都在它预料之中 是的 黑棋飞 它立刻搬战 这是非常好的下法 也是第一选择 然后白棋 黑棋虎 没办法 因为不虎的话 这个地方二路是漏风的 没错 加呀 点呀 甚至断的味道啊 然后也就是说 白棋在这边冲断的时候 黑棋就很难办了 这边和这边两边都很薄 所以虎本身不仅是在加强左边 等于说这边几乎快实地化了 同时也是走后自己 限制了白棋冲断的严厉性 没错 对 所以虎是非常必要的一手 那么白棋呢 也就是把它冲掉之后 白棋的所得就是 先手斑针到自己安定了 获得木树就可以脱线了 然后下一步 这个时候白棋还是动手清销了 对 好像再手的话 是不是有点 而且也没有特别合适的 就是特别大的地方了 比如说现在如果说白棋再手 打持沾上这个力 也是关招吧 算是 对 这个是不是显得有点实地过于看重了 倒是也是一种下法 当然相对来说就是 更加极端一些 黑棋也是 落得太彻底了 飞起来了 可能会在中间走一个 都是有可能 中间来一个也是有可能 是 就是取决于白棋的一个战略上 它到底是阶段性取缔 还是 律底的取缔 极端性的取缔 对 就是看它自己的风格 是的 实际上下一步棋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这个棋 都在平原环的计划当中 因为下一步棋 它的选点 看起来很怪 但实际上也是电脑的推荐 也就是说 最佳着手点 是吧 不是 最佳或者说第一选点 是直接走在这里 它相当比较温柔 它先走在这里 那这招棋一看就 它就很难是人类的想法 是的 因为这招棋 它还是有点怪 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会 比如叫这种 我们觉得可能会正常一些 是的 是的 叫在这儿 如果让我选 我肯定不会选这儿 是的 但是这招棋 就是说明了 禅令环它非常的用功 它非常努力 非常的用功 我只能说 它记性太好了 它基本 它得背多少变化吧 对 它得了解 就是所有变化 然后并且理解 就是所有变化的意义 这个是最难的 没错 有些东西 你如果只是照搬照抄 不能把它的 就是里面的精髓 了解的话 你吓出来 也就是照猫画虎 不是那么回事 根本就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从我的角度来说 这两者之间 有多少 有什么差别 所以如果把你走这儿的话 那我觉得黑棋 就有心情飞 或者说我先回一下 等你尝 我再飞 我是有心情这么下的 因为你这个位置 离我近 你的利用空间反而不大 你走 我就跟着你硬 其实都无所谓 但如果走这儿的话 那黑棋就 好像不太肯飞这个了 因为你离我远 反而是将来还出现这种怪碰的 你自身形状很不错的 一种腾挪的方式 同时离我远一点 你的生存空间就会大一些 对 也就是说 就是说这条棋是更加接近于黑棋的势力 但这条棋反而会让黑棋唯空 反而黑棋有心情唯空 我远离你一个 你反而没有心情去唯空 这一点很微妙 但如果黑棋要大一个唯空的话呢 这将来就有可能有穿呢 对 黑棋自身的形状就有破绽了 所以这么一个微妙的选择 就是它会决定一盘鞋的走向 是的 实际在这里 黑棋等于说没有了唯空的空间 这个时候黑棋要走什么 就是成为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所以它这个后来仔细想一想 这个确实下在这里的位置 它就是有道理 刚才如果你在身呢我就围了 对 但是还有一个种可能性 它有可能 如果你再深入去 它如果不想围 它从这边攻也是有可能的 它从外面进行攻击 对 就看你的选点 它这个选点呢 它就觉得让你左右围难 你围也不失 攻也不失 好像就不知道你应该从哪个方向过来 是的 对 假设AI推进直接走这 那黑棋可能就 我肯定不会围了 这再围实在没心情了 是的 我肯定从上面来了 就更加极端一些 这就是更加均衡一些 但黑棋怎么办 就是确实很头疼 是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他干脆先不走 对 然后黑棋点 他就是 明玉婷的方式是 我先不走 我先 我确实也不知道该走 我先来抢大厂 其实觉得很难受的时候 一下子下不好的时候 选点不知道该下什么的时候 就想想别的招方 对 先走别的 对 通常来说白棋都是冲 然后这个棋型 这个方向白棋可能会从这边搬下来 这是 我觉得应该是 绝大多数棋手的第一杠 但是就是朴廷环他真的非常用功 他喜欢飞这个 这张棋我以前 我觉得我没 我觉得我没见棋手下过这张棋 我没有印象 反正我 我都不知道这个飞 这是有的 但这我好像没有印象 他飞完了该怎么下 我都一头雾水 我看见他飞一个 对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点三三的 人家给我飞一个 我肯定先愣半天 先愣半天 然后再想 这其实怎么回事 到底是 对 这张棋不是所有场合都会飞的 但它是一种可能性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 他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说朴廷环他运功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说他所有的变化 基本上他都清楚 是的 是吧 是的 这个太强了 当然这是要配上理解的 因为大多数的选择还是抽 而这个是场合下方 那么刚好适应于这个场合 这就说明了朴廷环理解了这张棋的意思 这是很难的 就是说这张棋 他如果拐一个我不能忍受的话 我可能只能搬下来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选择飞 因为这边的价值不大了 这边的价值更大 那这个时候 如果飞成立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选择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黑席 因为黑席不能冲断 黑席冲断是不能成立的 断被他打掉了 是这样的 应该会拐一个 当拐是吧 拐一个之后这个子不死 打完就会吓死 打完自己走死了 那肯定不行 是 对 这次不死 那如果黑席直接冲下来 这个结果黑席肯定是不好的 就是我们了解 需要了解局部的后期变化 像这样黑席是不能接受 脚死太大了 然后接下来外面还断点 对 因为这边等于说 你这边转成这边 那本来这边价值就小 你还转了一下 白席还变实在了 黑席肯定是不好的 局部也是不好的 是的 也就是说这个局部 其实后续的下法就是 黑席爬是必然的 白席贴也是必然的 这就是实战 正常都是应该这么下的 对 接下来黑席拖一个 是可能是最好的下法 单拖一个 单拖最好 是这样的 是的 但这个明雨亭 他就相对来说 至少在这个局部 明雨亭掌握得 没有朴年华那么臭臭 实在他选择立下 也许他觉得这个拖 在他的眼里不是最好的 对 那也有可能 或者说他觉得这个拖 他无法理解 对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这点虎太大了 他觉得虎完之后 他对于这个变化 他不满意 对 他觉得 他不满意 不好补 因为这个字 等于说这个字的位置 很奇怪 但是其实这个局部是 就应该是这么下 应该是要拖的 对 实际上利益就是说 那白棋在顶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局部 等于说进入到了白棋的调子 因为黑棋 就从做活的角度上 其实黑棋挤一个是必要的 对 但如果再挤 管理说是该挤的 就相当于这时候 白棋 黑棋爬和顶 做了一个交换 你本来是应该飞到 这个局部 是吧 跑去爬了一个 就完全不对 爬了之后 你还得搬战呢 是 所以这一下 就是差距或差别 就会很大 就会非常大 那当然黑棋的意图 就是我也不活了 我活得很不舒服 我干脆不活了 对 干脆不走 我挡下来 挡一个 然后白棋一团 这局部只能打结了 就搬了离下去 对 但像这样 其实我觉得应该 还是比较明显 这个局部 黑棋是 是要亏损一些的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 从做活的角度来说 就是很痛苦 只有搬了离 对 你本来是可以进活的 然后变成一个打结了 对 还是这个打结 白棋没有什么损失 白棋都 该堵的地方 都堵住了 都很厚 这个断念 断不掉我 虽然就正好点 对 白棋靠了一下 但是这个靠倒是 有来上去 对 我不太明白 他靠一个什么意思 想要抢新手 是吧 他就是想 接上让他 对 他的判断是 对 白棋一团的判断是 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头变大了 你这个虎子夹着变大了 所以黑棋只有长 那如果我单粘的话 黑棋不会继续走了 所以他觉得先抗一下 然后再粘住 是更好的 他认为长的价值 和斑的相比 白棋是便宜的 因为把脚吃住了 实际上呢 这不靠还是有点损 是啊 我觉得 因为本身我就在想 白棋单粘 黑棋接下来 会长吗 可能不太会长 对 不太会长 但是长和下面 其实价值 有个很难说的那个 是啊 就是你斑粒的话 斑粒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你还得 再走一手才能活 对 我先把这个头护过来 我还是很厚 同时我其实 这张其实是在限制 黑棋的潜力 没错 是这意思 这边这边都是 七原真主 所以这部戏本身也很大 那他就觉得 被他点着一下 他很不舒服 他本来觉得 他一直到这儿 那么大说 对 我只能是这样理解 他这个 就是他的这样的思路 要不然的话 如果说这个变化 他可以接受的话 那他直接粘上不就完了吗 是啊 对 他就不肯直接粘 对 他不肯直接粘 他要 他要抢到脚上的斑 所以他先靠了一下 不过我认为 这个是不便宜的 走上这样的时候 虽然局部白系 也还不错 吃得挺大脚 对 但靠本身 是有在上去 是的 我也觉得是 那接下来就 黑棋还是面临 一个走哪儿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能 敏玉婷 他也不考虑 AI的这个推荐了 他可能还是 按照自己的思路下 对 我觉得 他这样的想法 是非常正确的 其实下得很好看 这盘棋确实 下得很漂亮 就是接下来 我们看他怎么出手的 他首先在这 刺了一下 这水本身 肯定是不便宜的 对 因为几乎随时 都是黑棋的先锁 是的 然后 选择了一个连斑 白棋打吃 再吃的时候 他上面先拐 拐吃掉 这个两边的下法 都是损的 毫无疑问 对 这个下法 是注明亏损定 先 先手送一子 让白棋走实在 走成实际化 是的 这个下法 一般人是 不会这么下 觉得太算了 然后接下来 他就放开了 放开了下了 靠上来 对 黑棋的意图是什么呢 包括这之前先监 为什么要先监呢 因为他觉得 既然走成这样 那我以后再监 我可能监不到了 对 这可能跟战队有关系 所以他干脆 这种局部 看起来可能会 亏损的气 是 干脆我走掉 我也不在乎这些 没错 他为的是 天王盖地虎 直接靠上来 对 现在黑棋的意图 其实现在黑棋 悄悄地 已经把重心转移了 没错 原本的重心 是在这边 对 那么现在呢 随着 就是这个局部的定型之后 黑棋的焦点 从这边 变成了这边 这边是黑棋主要发展的方向 因为这边其实 三路控基本上 这边是几乎很实地化 这边也相当于说 是 没那么大了 是比较实在的 我唯也唯不大 那你破不了多少 对 是的 但这边一出一出 这还就太难 因为这边相当于说 还是要更薄一些 但一旦我能呼上 那就全是控 就算G6 这么推过去的话 这中间很大 对 假设这全是黑棋子 我一旦推过去 我这边再一封 那这我就全是控了 是啊 所以这边是在 薄旗为控 那这个价值要比 后市为控的价值 要大得多了 所以现在 他为什么要盖这个 因为他的发展方向 已经转到了这边 他希望看到的 就是刚才 就这么一溜推 这种可能性 这多合适 对 哇 这太合适了 我先做一排 这扣围到十一路 十二路了 对 你再来一排 然后你这还 待会儿 你还得小心点 对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 其实这边黑棋 还是很实战 是的 扣你还没破呢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黑棋 要这么下的原因 好坏也哭血不乐 但是这个下方 我觉得非常有魄力 是 没错 我准备哪天也试试 好啊 对 十二时也想 这个突破一下自我 是 我觉得老师 每步棋都在想 这个最佳佐点 就是说这个胜率 多少的问题 还挺没意思的 下酒了 对 索性就下 自己喜欢的 是 是 是 我觉得棋友们 下棋的时候 完全可以试一下 这样的招法 对 你这个靠上去了之后 这接下去就简单了 他长你就推过去 他搬哪边 你必然断了他 那毫无疑问 反正这就容易了 是啊 所以就这棋友说不定 我觉得白棋是 直接靠上去也行 我觉得 或者靠四路 就是靠哪个再说 这个反正就是 要占了呗 对 那因为这也是一种 解题方式 也是腾挪 因为这边确实 白棋如果搬被黑棋断 那是不好搬 是的 虽然这边是重点 但你这个子 如果你要就这么就弃了 这样这么全为啥 那效率也太大了 而且那边你也没破碗 是啊 对啊 只是破掉中腹的钱 是的 是的 所以白棋面临着一个如何 怎么取舍的问题 实在 它长 还是长到这边 长到这边的时候 我第一感 就退一个 就还已经不错了 把你头压低了 顺势围这边 我也觉得挺好的 这样 我的第一感是退一个 拐的话我就去跟着扳 对 你扳我就脸扳 这不是顺势就达到了 我最初的目的吗 没错 挺好 这样 对 它肯定还是觉得这边 有点薄 比较担心这边 但是就是实在的下法会更 真的是太极端了 我觉得盖其实可以理解 但后面的下法有点极端 先踢 我只能说 它的招法吓得很有激情 这时候它就不肯退了 因为这被白棋 一手护回去了 刚才它护不到这儿 对 就这太舒服了 所以关键这口没封住 这边它立刻马上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棋 它就只能走那边 然后也不肯长 它就跳 长的话白棋就搬这边 跳的话白棋就拐这边 它这两个就 贴上白棋也挺俗的 它这个局部不是应该 直接打上去的吗 二磊说 打上去 但是打上去 白棋不走了 那边都不大了 它如果能提着一下的话 我觉得心情还是挺愉快的 但是能不能提得着 提 就是 就提 假设我就搬 还其实走什么了 你还要搬起来 我就是跟打完再抽签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 你打结我就万结不应 这个我都不应了 那肯定 你把这个抓掉太大了 对 就是没有结 关键是这种结 除非黑棋有一枚就是 一百目的结 就是那种感觉 否则就不太 打不回去是肯定的 对 要走的话 它打不回去 只能团回去了 那有点惨 对 感觉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白棋 我们千万不能粘 那肯定是不粘的 对 不管你走什么 也不能粘是吧 对 也绝对不能粘 绝不能粘上 对 输了也不能粘上 是 这粘上这盘棋 输了我心情都 赢了我心情都很恶 对 你赢了你只能赢一盘棋 但你不粘 你学会都不粘 你可能能赢更多的棋 是绝对不能这么下的棋 是的 是 所以这时候黑棋就 又不肯背虎 就只有跳 他跳了一个 然后白棋拐 拐 那意图就比较明显 黑棋再长这边 然后白棋这袜粘的时候 黑棋自身的形状 是不好的 这只有粘 他被他从中间长出来 看着棋形 把匕首 把你分开 是 这个形状 黑棋是很差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黑棋 没有完全贯彻 靠一个的思路 我觉得后面的下方 就是从贴了跳 这种下方有点极端了 对 他下得太 就太刚硬了 太刚硬了 就感觉这个 弓拉得太满了 有的时候 就是有点容易 是的 容易折了 就是 对 所以这个时候 真的是感觉 会去行 稍微柔软一点 就不要那么刚强 就刚才我觉得 你退一个 就长一个挺好的 对 刚一下可以了 对 就不要太刚了 是吧 对 实在就是 那没办法 因为这边现在 各种跳下来 最眼见的 跳一个先手下来 这就要命了 是 这现在已经 就回弧 是必须要下的 对 然后平静环下来 也很好 先大跳 对 作为诱饵 这个跳 他觉得贴的话呢 有点损 这样的话就算了 如果 这黑球算了 但如果说 我不贴这一下 那我可以接着 靠你这边 我不会做 这样的一个交换 所以他先走着 拿这个子做诱饵 黑球 那没办法 就只能去反击 就不能再回缩了 对 所以这种地方 肯定是 你都已经下得这么强了 必须得最强的撑下去 对 然后我提 断掉 只能断 我再搬过来 像这样就黑球 最终还是回到了这边 这看起来 白球处理的 还是挺不错的 是的 怎么被人家 从这儿敞出来 然后头又翻出 对 如果搞成这个样子 是吧 对对对 中间损失比较大 关键是 这个编盘棋的重点 就是随着这个局部的定型 已经悄悄转移了 从这边转移到这边 因此其实白棋 掌握到了大势 掌握了正确的方向 对 这是黑棋的 我觉得 适当的地方吧 没错 是这意思 但是它虽然说 下成这样子 中间三个子 你看起来已经很惨了 就都快死了 但是也得继续 自己下下去 对 也不能死 还是不能死 得接着走 虽然快死了 是 长 然后就是接着钢的子 虽然已经如死了 我这 我还是得钢这个 因为这边再被长过来 这白棋起来特别好 没错 马上还得靠 是的 接着钢 把这个打住了 要挟你的断点 对 深圳要断点 我这个反正 这个你也不好意思断吧 对 反正现在白棋走的话 那可能黑棋就 可能就算了 不管了 那就算了 就别太那样 对 这样的话 我的顺势 我能靠过来 我这边还能呼一呼 是的 对 那现在白棋 也是面临一个选择 到底是走这边 还是走这边 他这个时候呢 其实看起来白棋已经处理得很好了 但是你还得小心 提防 就是人家哪天这个时候 如果直接到不成立 人家真给你断了 那个也很难说 是吧 所以得小心 这期处理的时候 那么接下来白棋要怎么下呢 我们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吧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 是2019华为手机杯 中国威胁甲鸡联赛 季后赛 第二轮第二回合 由米玉婷对阵朴婷环 刚才呢 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是 我们都觉得这个黑棋 下得很刚强 确实 但是作为白棋这一方来说呢 虽然说看起来处理得不错 黑棋的形状呢 有点烈 但是你得处理好了才行 对 也面临着选择 是 如果简单地走的话呢 也不一定满意 是 没错 所以杏鸡环实战 也是选择了一个 他认为价值更大的方向 对 就飞在这边 他飞了一个 这边确实就是说 对 往他空里去了嘛 就 对 刚才的重点就是说 其实本来已经转到这边的重点了 只不过黑棋最后又绕回去了 那白棋始终是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的 他的行棋的方向 始终是围绕着这边 他认为的重点 所去展开的 这部飞也是如此 当然这样的话 黑棋首先这个只能跳了 否则威胁不到白棋了 没错 你始终要先把自己先补好了 对 然后白棋进来 每一部棋白棋都牢牢地掌握住要点 我觉得这是平连环 他这盘棋 就是前面盘 他能够取得优势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是他强大的地方 他确实下得很出色 因为这块棋呢 刚才我们说小心断 但是目前他不怕 因为这边他是连着的 这一肩不就连回去了吗 很容易就连回去了 然后这边他的头在外面 他也不怕你 对 而且这个就不见得绝对大 因为这边其实黑棋 也是面临一个后保的 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变成生死的问题 没错 他待会儿这个靠有可能还赚到了 对 有可能赚到了 是的 所以就是说白棋 他之所以选了这个方向 此时的白棋 已经不是单纯地去破你的潜力了 是 他其实已经有更 已经可能有更多的 更高的追求 没错 但如果说你肯 像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外面 什么靠一靠处理一下 对 我甚至还要攻击你呢 有可能 你小心点 对 到时候我这个断点什么的 都是自然补住的 我这边已经先手连回家 那我断点就不存在了 没错 那我把断点先手补了 这棋 我觉得黑棋也不用下了 对 这边就攻手逆转了 所以黑棋也没办法补 那怎么办呢 前面都已经刚成那样了 现在这个 这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没有回头路了 大家看他的招 没有回头路了 直接我先从 开工没有回头捡 对 从这个地方把你冲断 天 这真是 太狠了 够生猛的 对 原本这个打车 其实它是 对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有断了 那现在我一飞 我要连个人把你断了 就所有的棋 就从靠开始 到后面的跳 包括最后的 把这个打起来 到这个冲断 黑棋每一步棋 都是下最强 最刚的下法 是的 但是现在呢 白棋 就是刚才所说 这黑棋其实自己已经是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这跳下去之后 如果中间死后 把你这吃了 其实白棋也未尝不行 是这样 没错 可以转换 可以转换 对 当然黑棋先长 就非常激烈 向大家下 不如跳这个 还是应该跳这边更好一些 插一路 插很多 对 包括这个气 各方面 而且多 转换的时候 也多吃一路 这插一路 插得有点多 这一溜下去 就好多目 是啊 是啊 所以它跳这边 我觉得不如跳那边 是的 但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样就是白棋 它始终是围绕着 他人所认为的重点去刑棋 这个我觉得是 在我们刑棋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 是 始终不忘书新水 对 朴婷华他很厉害 就是我觉得他思路非常连贯 而且呢 他就整体来说 他没有什么大的破绽 这点是很强的地方 对 然后再加上他又很用功 他对于AI的招 太精通了 对 很熟练 对 他就是很 很全面 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汽车 没错 然后现在黑棋 这边你也 其实也是吃不掉我的 你自己还有问题呢 然后这边也有 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 但是如果你要太损 吃得小 比如这边特别特别损 然后这种吃得很小 我从这边去骚扰你 我去限制一下你 我把这边全去惊吞了 黑棋可能也不够 对 相对来说 黑棋是现在是比较 处于比较艰难的阶段 我们看他接下来怎么操作 靠上去 他这个地方他肯定要动手 我觉得 刚到底 有时候看米玉婷的棋就是一战到底 就绝对没有 谁都没有回头的时候 这个功永远是处于拉满的状态 他的对手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是的 这棋吓得非常好看 很过瘾应该说 那关系 但是这个棋型上黑棋确实是裂型 挺裂的 刚才也觉得挺裂的 这被处到这儿 对 全是裂型 依然是挺裂的 但是裂归裂 这棋接着下 接着站 对 实际上这样 然后黑棋站 下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说平天环 它都是处于一个完美的状态 没错 就没有 无可指摘 没有什么起用 就是说明显的问题上 对 包括之前的炕 我觉得也都是 有待商榷而已 但从黑棋粘住这步开始 局面的导向扭转了 因为 就像我们之前讲 就白棋它始终 为什么取得优势 因为它始终是围绕着一个重点 它去行起的 它的目的性很清晰 而且也很正确 最终取得的优势 而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我们会看到 这块棋的生死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黑棋的后保 对 这块棋的生死 取决于什么 也取决于白棋的后保 那么后保的焦点在哪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两个子是棋筋 这两个子 一旦黑棋扑死 那这个 这块棋就是 基本上没得跑了 对 如果这部棋被跳住的话 对 我跳的都算温柔的了 甚至大吃的 你可以吃远一点 对 这块棋就是 我含在嘴里了 然后这边各种锻炼 又存在了 又出现了 那白棋一天把这个沾上 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黑棋其实是薄的 这三个子是薄的 这块棋相对来说 就不容易死 所以其实这两个 是明显的奇迹 我的概念是 就是你接上之后 即使它从这边分段 那假如说这边跑不出来的话 我觉得往这边跑 还是不容易跑掉 我可能能清销地进去一点 对 我有棋子的可能性 就是说 就比如说我可以点到这种地方 那是很眼见的一个地方 但我觉得往这儿跑 好像不太容易 对 就是后薄它不见得是 非得我要把你做猴 才能体现出我的后或者我的薄 而是我通过粘之后 我也有各种可能性 我可以棋子 我可以大幅度的清销你 这些都是在黑棋扑的时候 我做不到的 对 那你扑你再走到这儿 那人家连个都全把你吃了 根本看不见 根本看不见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字 无论如何 无论是从生死的角度 还是从限制的角度来说 都是双方 每一块其实的重点 所以这是 我觉得这 这必须得沾上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它不沾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沾 刚才夸了朴婷环半天 看起来它还是有薄弱的地方 就是说 对 这种地方不够敏感 不够敏锐 对 我觉得它始终 因为之前它始终 始终找到了正确的重点 是什么 现在它似乎 没有意识到这样子 是重点 对 是的 因此它的骑情 它的刑期就出现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它实际上没有沾 它实际上 它总是打破了 它的意思是 把这东西吃掉再说 没错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判断 它觉得这样不错 或者说是 怎么说呢 我无法预知它的这个想法 但这两个子确实很巨大 对 就是关系到所有块 所有的后宝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五块 写到后宝 本身也有五木齐 就是它没沾 人家它没有沾 很遗憾 对 这个被跳过来了 现在你已经补回去了 对啊 其实即便如此 这时候还是要沾 依然应该沾上 对 因为沾上之后 这边可以飞 可以有各种利用的空间 也是关系到后宝 但平时还 因为它选择这条路 它就不会再沾了 对啊 就没有道理了 就飞这边 然后黑齐见了一个 对 等于说 把这块旗就给放弃了 对啊 看它的意思 我是觉得它 这么下的话 应该是经过判断 就觉得这样下 白齐形势不错 可能是这个意思 但是它没有料到 就是这两个旗经的重要性 这毫无疑问 它没有预料到 对 然后接下来的找法 我们就看出来了 里面有一大堆的气 它肯定把那儿都数着 它白齐形势 对 它已经开始点木了 对 它肯定是在 数木的状态 对 它觉得气掉 我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下来 可以赢了 是的 然后米玉婷 但是米玉婷一直 它这种地方很敏锐 它先冲了 把这铺 它还怕你拐着铺呢 它还怕你拐着铺 我先冲一下 在铺子里 现在我们看白齐的 这段点都出来了 对 这个地方白齐就当没事的话 那心也太大了 可是现在白齐又怎么办 又不可能再补回去 补回去的话 那真的是说不过去了 所以现在白齐 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关键这边已经全死了 这边如果一旦再出现变数 那白齐的所得是什么 所以像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已经完全 就从白齐一个 很好下的一个局面 就完全不怕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没沾这两个字 对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忽略了这两个字的重要性 对 它看得没那么重 它觉得就仅不齐而已 对 它没有觉得那么重要 这就很关键 对 因为黑齐 其实在每一步齐 它是都在进入这两个字 它以为是命内心沾一下 没想到 在一个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想的地方 朴玉环认为 这个地方不是奇迹 他做出相反的选择 然后这款齐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时候白齐要怎么断呢 它走了这个 白齐不肯补 那就只能补带 它不肯往这抓一个之类的 这味道依然还是存在 对 因为跟墓术有关系 如果白齐就 就可能沾上了 给我飞一下 沾上了 对 这边飞一下 然后关键是 跟预想图差别太大 照在哪儿 照在这儿 找不清 虎也行 虎一个好一点 这三个都有可能 我们就走一个之后 因为这跟预想图差就太大了 是的 这样白齐已经不能赢了 已经输掉了这个气了 空不够了 等于说 这就 如果你当初判断的时候 是粘回去的话 这一出一入 它肯定觉得不用粘回去 对 对 因为这两个 还是关系很大 一出一入 判断至少差五公期 那就差很多 对 所以它就不肯补 不肯补就只有补在 高效的地方 是的 然后这边黑齐 跑了一下 跑一个水号气 就白齐 它如果单断的话 它真是 单断白齐吃 这样就撞气 它打两下 就是没什么用 放上接上 对 打两下之后 主要是撞气 撞气之后这边也厚了 对 这反正是 也没什么用 我那跳都被人家接上了 对 这真是 这虎在二路 是的 没用吧 没用 关键是自己撞气了 对 所以就是说单跑 单跑的话 白齐如果还是走这个 那黑齐不用扑着一下 对 就会好很多 是的 是的 黑齐哪怕单冲 其实也是便宜了 至少一口气的 你肩 我再靠下来 这样这个收气的结果 会至少差一气 这个地方就是说 白齐就面临这两个选择 实际上还是选择粘一遍 单粘 就是 冲 白齐打吃 切气 这时候其实无论如何 白齐也只能 就补在外面 还是只能补在外面 然后瞄着我下部齐 这一飞 差不多要到命会吧 对对 我就说我要全吃 大吃 总之我要 这个时候白齐必须要做到的是 不需要高效 你已经高效了一手 就必须要继续 对 你往这尖了冲下去 反正没关系 这边我不怕 这二路都能跳过的 对 这个脚你也杀不赢我 反正这儿你只有一只 目前还是一只假眼 对 还没有成为真眼 对 你局部做不活嘛 我就当然是要补得高效一点 更好了 因为这边黑系有一尖嘛 有个单尖 然后跳了断了它 对 所以这个断白齐是要补的 那之所以要压下 压上面 这是有逻辑的 然后如果能够抢到先手 再补走这边呢 白齐还是 还是可以稳住的 对 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 他什么都没走 他先去稳住 他现在这儿稳了一个 他是不是感觉太良好了 还是说这盘棋 太重要了 这个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或者说他 我觉得他最近的锦棋 下得比较少 对 因为上一盘棋 它也是在形势非常好的时候 是啊 确实 直接崩盘了 没错 就是形势一片大好 对 可能常年跟AI训练 会有这个后果 旗下少了 当然是跟 天天跟AI练 看AI的招 毫无疑问 但是 你不可能把它背到最后一步 对 就有点不够紧凑 是的 对 这盘棋它 这个地方就 等于说稳了下来 稳了下来之后的问题是 这边等于说 被黑棋便宜到了 那么便宜到什么结果呢 就黑棋 这黑棋赚多了 断两下先手 挤一下先手 最终绕来绕去 白棋其实只吃掉了这些杆子而已 然后它还飞出来 再飞出来 本来那底下都是白棋的空啊 要知道 对啊 原本白棋的预想图是 我在吃掉飞到这里 这么大幅度的围空 围起来 我骑到这儿 我觉得我可以够 然后这被先手扑死 觉得这差别很难 因为这扑死 确实还是 总是跟后保有关系的 等到人家扑的时候 它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之后 但现在被飞到这里怎么办呢 这原本自己的地盘 也都不存在了 这一下就不好 这就 我觉得要翻一盘棋好容易 要输掉很容易 要赢可就难了 对对对 想输掉一盘棋 确实相对来很容易 是 笑赢的百般艰难 真是 接下来白棋 如何善后呢 就大概只好靠断了 打吃 再护回来 就是说原本白棋的 实地的地方 现在被黑棋 就这么简单的 下来之后 就我哪个拖鞋 已经吃不掉我 已经是打结火了 然后白棋 关键是通过做活 太郁闷的是 它被顶住 然后冲不进来了 对 再冲 黑棋小尖 这简直是 这边已经围住了 欲哭无泪 等于说本来 这个地方的空 被身上的掏掉一块 然后这儿全围住了 底下人家还成了五木 活得还不小呢 对 先走地了一下 再粘上 其实黑棋也可以拖鞋 走那边也是可以的 对 它就算了 但其实我觉得 这块鞋还是有点危险 对 也很大 比如说先搬两下 再靠一个之类的 这里都非常大 这边打结嘛 对 鞋已经赚到很多 对 但立棋 这个时候也觉得 就 已经可以了 是吧 这棋已经赢到手了 这确实太大了 这个空叔叔 快一百目去了都 等于是最后白棋 黑棋所获得都得到了 但白棋呢 本来是这样的一个 在这里边被活了 有点惨 等于说 只是这一块的杆子 和中间的 所有的空 做了一个转化 那就一目两上 所以像这样的时候 白棋的木已经 差距很大了 没错 确实 看看白棋最后 有什么地方 可以挣扎一下 那放眼前就只有吃掉 黑棋才行 半粘了一下 先手 再飞 它是飞这个 其实这时候黑棋贴一个 已经可以了 单贴是吧 我是觉得挺危险的 这块鞋 对 一定是 它每一个字都要 倒掉 刚到最后 我真是佩服它 这样下棋 是的 因为这样下棋 除了需要惊人的计算 以外 还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 对 正所谓 一高人歹 确实很有勇气 我不明白 这白棋费一个 它是怎么活的 费的话 因为这边有冲断 它单冲冲断 这边冲断是先手 这样的时候 白棋怎么办 首先反胃一下 那只能病住了 它病住的话 我这炕一个怎么办 这已经吃不掉了 是吧 就是白棋是有点 已经吃不掉了 这边各种靠这个 靠这个或者靠了冲 这好像靠太多了 对 下榜还是挺多的 实在是不太容易吃掉 对 包括这搬了打掉 先手的话已经断了 想要全吃掉 黑棋去的时候还是很难 而且由于骑行的问题 白棋还正好去贴这个 它压了已经 然后 黑棋飞 白棋冲 是的 尖 有尖的尖手 白棋可以把黑棋断开 是的 但是白棋 但是黑棋 可以这样做一个页 对 可以先手吃掉一个子 然后在下面二维 搬 搬掉 搬出 然后它单跳 一跳 这样的 你说只要黑棋局部做火 白棋就不行 当然如果白棋能吃掉黑棋 黑棋也不行 但是 那就看这个地方的死活了 看起来是不太容易死掉的 对 简单打拔就坐眼就行了 对 是的 这边走什么 沾上也就活了 或者顶的话 应该是虎端 这里是 这个地方 活得还是有点妙 就是你家 我可以一路利 单利是吧 对 正好活了 吃我就沾上 我这个地方不死了 所以 这个白棋没得破 怎么也是活的 看起来 对 这是为什么白棋要 打吃一路这边的原因 那黑棋就实际上就 先把这走的 也是有逻辑 它这下很重要 计算都是 刚刚好 对 再一点 不过我很怀疑 人家压过来的时候 他这些都已经算好了吗 这个 只能问他本人 说明计算力还是强 我知道米亦廷 他死活做了很多 他基本上就是 你能看得见的死活 基本上他都做过 这个 他反应特别快 死活是一个方面 其实计算力的训练 不仅是死活题 死活题只是 其中一种方式而已 是的 其实我从小 没有做过死活题 但是我觉得 我就算也还凑合 这孟老师跟我 说这一点的时候 我难以置信 我说你没做过死活题 这让我们无地自容 真的是 但是我感觉 我自己算还可以 当然是还可以了 所以就是死活题 它不是必需品 就是我们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不断地下棋训练 也是在不断地训练 自己的计算 就是说你训练的方式 有很多种 孟老师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你非得做死活 你可以做点别的 或者是做下 或者是怎么样 我知道孟老师 他往旗下的很多 对 因为你 很多人是不喜欢 做死活题的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做下棋 或者通过 其他的训练方式 这都是可以的 那倒是 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 是你的计算 要过关才行 这过关可不是 就随便说说的 对 那实在迷玉亭 在这边搬掉 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他如果说不走的话 假如说没有 假如说没有 白琪在这边冲 这个冲已经死掉了 假如说黑琪 还像实在那样 白琪可以送 冲一个它就死掉了 对 送完之后一路搬 这个局部 黑琪的眼位是不足的 你先把这个打了吧 打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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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其实不反射 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下 就好像黑琪是活的 对 你这下冲不着 你只能往这儿打 人家是活气 对 实际上就是先搬掉的 用处是这样的 等于说最后的结果 就是站成这样 然后它要立一个 作业 就做活了 它可以立在这儿 这还便宜一些 这还差两木棋 那不能随便乱想 是的 然后白琪挡 黑琪挡 黑琪还活了五木棋 这活得还不小 是的 像是这样子 虽然白琪也是通过 吃掉这边 这边也吃掉这边 像上面还能唯控 可是这些都无法弥补 这像是被掏掉的损失 是的 其实差距也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说 白琪已经搬不回来了 对 旁边实木强一点 对 是的 因为之前白琪确实是一直 它掌握住了 这边是要点的话 它其实就掌握了 这盘棋的主动 白琪的所有掌握法 都围绕着要点去刑棋 当跳下的时候 其实是白琪最好的时候 可以说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所以说 对两个子的价值 如何判断的问题是 对对对 这盘棋要写一个总结的话 就是 它低过这两个子的价值 对 确实 它主要是还是 没有看到 接下来一系列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 朴婷环可能还是 警席下得有点少 他对于这种地方 不够敏感 有可能 所以他 反正他最终是有 因为错误的判断 导致了 对于这个的 后保判断也是不足 对于木术的判断 我觉得也是 可能稍微有点 不够精确 因为确实木太多了 他如果只是 数数木的话 他觉得他不错 但是他没想到 人家这可以刮他好多 对 不是刮他一圈的问题 这底下全活了 这刮到多少 对对 等于铺到这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收场的 可能性 就是他收不了手了 收手就输了 对啊 那不收手 那就实战 所以他就因此 导致了后面的崩盘 可以这么说吧 对 他这接下来还下了一些 我给大家摆一摆 他们的官司 他长了一个 然后可以把这个贴下来了 他就这样 就简单地收一下就行了 简单地收束 因为这其实 已经没有其他地方有官司了 对 他就把这个抖掉了 这是好的色情 是的 后来也就是 也没有别的官司了 他就把这个沾上 这个棋的官司特别简单 对 我看很快就一路搬沾了 白棋之前先立掉了一下 之前立掉了一下 对 然后他就把这个打一打 打一打 收拾官司 最后就是梳子了 特别简单 然后他就把这个扳张 但是排名十目强 我印象中是 后来黑棋打这个节 白棋还没打赢 应该是排名十二目 所以差距并没有 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对 但是你这十二目 对他们来说 已经差很多 对 所以你肯定是扳不回去了 是的 所以我们强调 就是中间两个字 有的时候 你要给人家留下很多余味 就是很多厚薄 就接下来一系列的计算 对 我觉得这篇棋 我们能学到的 首先第一 把握重点的重要性 第二点 坚持自己的重要性 就是这篇棋 米玉田一直在坚持自己的风格 没错 最终他也收获了一盘胜利 我觉得中间这个靠的下法 我是准备改天自己下的时候 试一试 对 这招还是很有激情的 对 好坏先不论 对 可以唱 每招都是AI的招 挺没劲的 说真的 是的 是这么回事吧 我觉得棋友们在下的时候 也可以试一试这样 大开大合的棋路 没有必要 每一招都 哎呦 我这降了几个点的胜率 这真够飞劲的 这张棋我不擅长 我还是别下了 其实我觉得 做不擅长的事情 是可以锻炼自己的 可以加速自己的成长 另外就是点三三的时候 白棋那个二路飞 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一部 找法 就是说 对 按照正常的下法 应该是白棋不错的 那最后这盘棋结果 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直黑的米玉亭 中盘胜了 朴丁环 好 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